嗨 你喜不喜欢星星呢 这一次我们做星系图案 这个如果你做的话 肯定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咯 首先当然是涂上base coat 然后在指甲的周围 涂上lip up或vassily 然后拿出你的化妆棉涂上 这三种颜色分别有 橙色黄色还有白色 之后就把它印在你的指甲上 这个技巧可以让你营造出 减轻的效果 然后准备一杯水 那杯怎么可以太大 要不然很难去控制 然后我把紫色滴在水面上 大概5滴 当然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注意的 你可以参考我上一次的水软指甲教学哦 下来准备一瓶手部清洁消毒液 要喷雾形的哦 然后喷在刚才扩散的指甲油上 然后就可以把手指给进到水里面去 下个10秒之后呢 就可以把水面上的颜色给弄干净 然后你的手指就可以拿出来啦 然后再弄多一次给大家看 其实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大家去小心注意的哦 所以要参考我上一次做的水染指甲教学 那当然跟水染指甲有不一样的是 不需要搭配其他的颜色 还有不需要勾花 而是要用这个喷雾剂 注意指甲一定要跟水面平行的放下去 然后在水面上的颜色还没有弄干净之前呢 千万不要把手指给取出来哦 要不然颜色会重叠的啊 那之后当然是把多余的颜色给擦干净 那就差不多可以完成啦 嗯还挺不错的哦 哦 为了让更有星系的感觉 我就在上面加多几个白一点 看起来比较像星星哈 那在我的拇指上我就画了两颗大星星哦 其实我觉得不画比较好了 好那在结束之前一定要涂上亮油 就是Topcoat 保护你的手指甲 不然就很容易脱落哦 好就是这样子完成啦 希望你会喜欢我做的指甲教学 然后记得要Subscribe 然后留言按个赞 也来跟随我的Facebook 还有Instagram吧 就是这样拜拜